新闻大破解 破解大新闻大家好 中共肺炎扩散全球 世界巨变 交通大停 航空停飞 邮轮停市 重击了各行各业和金融的市场 不过在台湾相对之下 人民没有禁足 学校没有关闭 经济也没有暂停 那么感染的死亡人数 也名列全球最少的领先群 台湾成功的关键究竟是在哪里 而这场疫情是意外搅动一些地缘政治 怎么如何解读在过去四年 美国与自由阵营和中共政权之间 在台湾议题上的较量和加码 在这疫情的几个月期间 竟然是没有降温 而另一方面 中共是利用疫情期间 去打压压制侵蚀香港的自治 香港人在五亿廉假期间是正在整装准备要再出发抗争 而目前是全球在整队有20多个国家陆续要追究中共掩盖疫情 而这时候却爆出了支持台湾的欧洲捷克的议长 国会议长柯家洛在1月猝死之前 受到中共大使的恐吓逼迫 真相究竟是什么 两位来宾为您深入探讨 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隆 大家好 前台北荣总感染科医师郑元瑜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请教郑医师 今天是5月1号 那么台湾是连续6天零确诊 也是连19天没有出现本土的感染病例 那么国际媒体正在分析讨论一个热门关键字 叫做台湾模式 那美方是称赞台湾在领导印太区域的防疫工作 而且称赞陈时中的表现像是一个超级巨星 那您觉得说台湾成功的关键在哪里 简单讲可以用快准 那第三个是忍三个字 那接下来补充就是说天助自助者 台湾的反应真的非常快 因为大家很重视生命 从一开始知道说这是一个类SARS的病毒 这个消息开始就是用很严正以待的方式 然后所有的动作都是比全世界还要早一步 比这个疫情的扩散还要早一步 那接下来就是准 准可以讲说是对于真相的追求 我们对于真相有认识有追求的话 我们自然会去探讨说中共给的讯息 WTO发布的讯息 它的真实度以及它背后代表的意义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毫无章法散乱的资讯 而是基于一个事实 然后被中共扭曲出来 然后去支配WHO去扩散出来的讯息 我们试图的去把它正确的还原 做出正确的解读 这个是准 所以我们很多的策略判断都是准 包括说在中共在到处收购世界各地的口罩的时候 台湾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宣布说 你不可以出口口罩 这也是一个很正确的判断 那包括后面很多一步一步的这个超前的部署 那忍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防疫中心真的了不起 过了一百多天的坚持承担了很大的责任 而且也受到很大的压力 甚至于就是说要忍辱负重的前行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台湾两千万的朋友们 也是忍耐 互相的忍让互相的包容 各种生活上的不方便 你去勤洗手啊 你去戴口罩啊 你去增加这个社交的距离 事实上这都是体现出大家很配合 然后为了大家彼此互相的健康 去忍受生活上的不方便 所以说这个部分呢 最后会达到什么 就是天助自助 也就是说 其实还是有很多小的破口 用很不可思议的方式 就是被防守住了 譬如说钻石公主 还有两千多人在台湾 这样游客走来走去啊 然后没有造成境内的扩散 譬如说这个台商啊 还有这个白牌计程车司机啊 还有这个公关女 他们都有很多社区的接触者 这个外籍的确诊的看护 都有很多接触者 那台湾也因为之前的一些部署 以及戴口罩这些部署 所以导致说很 其实从科学上还是很难解释 但总之目前就是守住了 我想这还是有天助自助的 不可思议的成分在 好了 我们继续请教 所以有一些评论认为说 台湾能够成功的防范病毒 跟我们的公民社会 建区成熟有关 那一个当然是我们民主制度下面 大家习惯开始学习 越来越成熟的为自己的选择 就要监督负责 那第二个呢 又有传统文化 累积我们后世的一个 互信基础跟人道精神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台湾长期跟中共打交道 很清楚这个共产党 可能会有怎么样的做法 说的跟做的有什么样的差异 那请教吴老师 您怎么看说台湾的关键 这个公民社会的观点 在讲出来台湾这边的应对 分成政府跟民间 政府的部分最核心的概念 就是刚刚郑医师提到的 就是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的背后 有一些评论已经讲出来 就是我们对中共那边的讯息 不放心 我们对它公布的数据 不放心 所以有一种不信任感 或者说我们对共产党那边 比较有一种提防的心理 所以我们虽然早在12月 去年12月大概就已经 就已经有讯息 直到武汉爆发这种 类似SARS的这个病毒 我们这边也严正以待 那我们看到的一些政府部门的作为 这是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部分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话题 来谈到下面就是民间的部分 民间的部分 涉及到一个概念叫做国民素质 你看我们在马路上 戴口罩的人蛮多 可是你看这个问题 在欧洲就很难推动 因为欧洲人觉得戴口罩表示你有病 那我没有病为什么要戴口罩 所以你会发现欧洲是有抗拒的心理 但是因为你也看得出来 我们在马路上很多人戴口罩 虽然不是每一个人 至于在公共运输的部分 捷运 公车 或者搭计程车的时候 大概就是几乎百分之百的戴口罩 你没有戴的话可能人家会叫你戴 那我一度身上忘了戴口罩 想要唱去的时候被挡下来 赶快去便利商店先买一个口罩 对不对 所以我们国民的素质 对政策算是有配合 那国民素质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呢 叫做提我们有警戒心 政府这边是对中共那边的讯息 跟状况不信任 有自己的管道去研判那个武汉疫情 那民间的部分呢 是对于政府的这些要求 防疫的要求理解 而且有警戒心 也就是说民间跟政府的配合度不错 那这种情形呢 其实大陆来台湾旅游的人 也会感觉出来 就是一样的历史文化背景 为什么台湾的民众的 这种行为作为是这样 然后中国到来 比如说我们不会去抢个排队 我不会插队 大陆来客的话有时候会插队 会抢东抢西或干嘛 就是让人家觉得 好像文化素质会差一点 这样的意思 我们把这个概念通称为国民素质 这个防疫表现出来的 我们的国民素质 的确是先发达国家这种水平 是的 好我们回顾先前呢 海军的磐石军舰呢 在初任务当中呢 感染了中共病毒 但由于通报失误 一度让台湾的疫情 拉上了警报 而经过14天到昨天 4月30号 目前初步看起来呢 好像是相对的乐观 没有引发本土社区的感染 而即便呢 部分官兵跟家人 还有女友有一些 比较密切的接触 也没有相关的感染 所以呢 看起来大家很好奇说 台湾怎么会这么幸运 经常就是这个 关关难过 关关过 所以请教郑医生 相较其他国家的一些海军 他们的一些军舰感染的情况 其实 磐石舰的官兵 确诊比例比较低 而且主要都是轻症 那有人猜想说 是不是因为这个出海前 他们统一注射了 这个流感的疫苗 不过我们的防疫中心的 张尚纯教授 他认为说 这不见得跟流感疫苗 是有相关 他觉得比较可能是 我们这艘船 它上面的空间 比较宽阔一些 所以你怎么看 这样的现象 罗斯福号 跟那个戴高乐号 是属于航空母舰 任务属性不一样 磐石舰是油弹补给舰 罗斯福号5000人中 大约960人感染 那戴高乐2000多人 里面有1000多人感染 比率非常高 那磐石舰 因为他的任务属性可能 因为这也是属于军方机密 就是说空间比较宽敞 那比较重要就是说 第一个 他大底上有戴口罩 大家可以看到说 有一些照片说 他们是出访 没有戴口罩 但事实上官兵的描述是说 在那之前之后 很多 尤其是在拥挤的舰上空间 第一个有戴口罩 第二个是说 他们有实施分舱分流 分舱分流的概念就是说 我一艘军舰 三百多个人在里面 那请问是我每一个人 都会跟三百多人接触吗 不会 你有做分舱分流的话 你一个人 可能因为任务编组 所以他亲密接触的人 少很多 可能甚至只有十几二十个人 这样 根据他不同的设计 用餐 然后工餐 然后清洁 这些 可以达到减少隔离 在有限的空间内 尽量拉大社交距离 那再来就是说 这个 疫苗的部分 流感疫苗 它是属于叫做 特异性的免疫 它激发了 人体对流感的抵抗力之后 它对于其他种类的病毒 基本上是没有抵抗力 所以 我们不会去讲这个东西 但另外一方面来讲 卡戒苗 卡戒苗它是激发人体的 叫做非特异性免疫 也就是说 它对于这个结合菌 造成的脑末也有抵抗力之后 它似乎对其他 种类的感染 这种非特异性 就没有那么专一 但是它比较广效 那这样的话呢 事实上世界各国 我才发现说 已经有一些国家 有打卡戒苗 普遍施打的国家 它疫情相对性较为趋缓 然后已经开始 准备展开这方面的研究了 尤其是台湾打卡戒苗的人群 根据统计大概就是 六岁左右会去施打 五六岁 那它的效果大概在 二十五年 也就是说 他们大约三十岁之后 这个效果保护力会变差 那我们这群官兵 相对是比较年轻的 可能他们保护力都还足够 这可能是一个因素 那也就是说 这一艘舰 它感染人群只有 大约8%到9% 是很值得以后 进一步去研究探讨 那包括说卡戒苗 包括说这个 戴口罩的成效 包括说social distance 这些成效 这一艘舰是 怎么讲 给我们立下了一个 就是说 很好的未来的指标 如何在有限的空间 在做管控的指标 那要追问一下 因为之前 因为他们先休假了 那很多官兵 他们散到台湾的各个县市 一度让各个县市 相当的担心 但是即便有那么多 密切的接触 还是没有这个社区感染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从医学上 可以理解的原因 大概两个 第一个是说 从发病之后 到他们去 上岸之后的这个时间呢 正好是他的传染力 正要开始下降的时间 那假设说 这些官兵 他们身体已经产生了 叫做有效的综合抗体 综合就是说 把这个细菌呢 每一只细菌都粘在一起 粘死掉 它失去了活性 产生有效综合抗体的时间 正好就是他们 下船之后的时间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隔离时间 不够久的话 然后这些官兵 它身上产生的是 无效抗体的话 那台湾就是破功了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说 台湾本身的防疫 他们一下船之后 当然就知道了 就是说 原来我们现在是 怎么样有口罩啦 然后怎么样的防疫措施 然后世界各国的 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大家事实上是 会很警戒啦 那再加上说 在这个年轻人 可能还是比较密切接触的 就是同样是年轻人的 这一群人啦 那就是说 如果是以这个几率的概念来讲 每一个都防守住 好像很难啦 所以还是有一些 医学上比较难解释的部分 说我们达到了完胜这样 是的 前一阵子 美军部署在我们印太区域的 四艘航空母舰都相继出现了 官兵感染中共肺炎病毒 也影响它的战备运作 长达了一个月 而中共辽宁号航母在这期间 四月份就两度通过了 台湾东部的海域 而四月二十七号 美国西岸的 部署在美国西岸的 尼敏字号航空母舰打击群 即将正在训练 即将要强势回归太平洋 来接替罗斯福号的任务 而此外光是四月份 在美国军机有十三次 就出现在台湾的周边的空域 那其实美国政府曾经说 台湾是印太安全的核心 而多位学者曾经也都分析说 南海 东海 黄海和台海 是四海联动的一个局势 而这些区域 中共近来也是动作频频 所以要请教一下 吴教堂老师您怎么看 美国和中共在太平洋 等区域的一个军事较量 那接下来 我们在台海这个核心的趋势 会怎么发展 我先简单补充一下 我刚才讲的 你提到公民社会 可是你也提到民主制度 那有一个很重要的论点 那个观点就是 政府单位 之所以会全神戒备 超前部署 是因为民主制度之下 是全责分明 就是说 这个跟极权专制体制 比如说中国大陆那边的情况 有个对比 中国大陆那边 武汉的地方官员 早就把情况向上报 然后习近平当时要处理贸易协议 所以把疫情压下来 那疫情压下来的结果 有事情以后 上面就要地方来背 就是说 有功劳要抢 有责任要甩 甩锅出去 所以地方官员不愿意被上面甩锅 于是开始想很多方法来表示 我有报上去 没有 上面没有采用 所以大家上面甩锅 底下甩锅 那这个情况 也完全没在台湾看到 就是台湾的全责分明 就是 各级的官员 从地方官员到中央官员 有选举的话对选民负责 然后选上的人 有全责任命政务官 对不对 政务官 所以这一次很清楚 如果是有问题的话 卫生单位的相关的人要负责 全责分明的结果 各个单位就会全力以赴嘛 那你如果不行的 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各个单位就会想办法 把责任模糊掉 甩来甩去 这是补充说明一下 我们不是只有公民社会 我们也有民主制度下的全责分明 好 讲到这个台湾这个周边的这个军事上活动的频繁 是这样子 那个美国本身先应对那个什么辽宁号 或其他的那个战斗机 中共的战斗机来台湾周边的这个寻闹嘛 你来美军也来 对 就是说紧密跟着你 你来一个我来一个表示什么 这在展现对抗 那个对方的任何军事行动的意志 不容忍 对 我有意志 因为有能力不见得有那个意志 有那个决心 所以美方自己先在台湾周边 也针对性的 针对中共的那些飞机 那个海军 这个寻绕台湾的部分 他做出应对 好 接下来有两点 第一点呢 美国让台湾秀肌肉 比如说让台湾试射的一些飞弹 射程越来越圆 功能越来越强大 是 比如说从六百公里到一千五百公里 到两千公里等等 让台湾这边秀肌肉 刚也在台东外海 对 那其实都是 都是在传信号给中共 就是说你不要轻举妄动 第一个 让台湾有更大的能量 来自主的单独来应对 中共可能的突袭 那第二点呢 就是如果真的要 有军事冲突的话 那么转移地点到南海 这是优先 那不行的话 转移地点到朝鲜半岛 就是尽量不要让军事冲突 在台湾这边发生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为什么 有时候南海紧张 比如说美军在南海绕的时候 中共的辽宁号 跟几个海军的舰支 就来跟他玩猫捉老鼠 就是想必要时冲突点 会转移到南海去 你说美军有这样的意思说 尽量我要避免冲突爆发 在台湾这个地方 对 就在相关的地方 那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战略思想是海权的 跟陆权的不一样 比如陆权的话 我在家门口设防线 不要让别人进来 海权的话是到别人家门口设防线 让别人出不来 为什么 因为别人一出来以后 是海洋 无险可守 关岛跟夏威夷根本守不住 到时候就直奔加州外海 那怎么行 所以美国防守第一岛链 就是防守他美国自己 是 第一岛链的核心就是台湾 防守台湾就是防守美国自己 所以台湾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那中共会说 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问题是不见得 因为中国的陆权思想还在 台湾他也撑这么久 美国不行了 对美国来讲 防守台湾就是防守他自己 美国不会为台湾人流血 但是会为台湾这个地缘政治 要冲而流血 这不一样的概念 好 我们非常感谢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大破节 由美国药厂和台湾籍的专家 所参与研发的新药 瑞德西韦 美方在2月份宣布 无偿提供给中方来实验使用 而最近美中实验的结果 竟然是相反 而世卫WHO组织的 谭德塞选边站 在世卫的官网刊登 瑞德西韦在大陆的临床试验 是失败的 而另一方面 美国制药厂吉利德 所释出的最新的数据 使用瑞德西韦的中共病毒 患者的恢复速度 是比使用一般安慰剂的病患快了31% 而目前各派媒体在治疗效果上 是各有立场的选择和观察 而台湾的防疫指挥官 陈时中先前就认为 当各国的药物实验 其实还没有做完 但世卫组织却率先的单独 发布了中方的资料 他认为这样的做法 形同是瞎子摸像 那我们就要请教郑医师 您怎么看说 美国和中共对瑞德西韦的研究 为什么差异会这么大 这背后有什么样的较量吗 第一个是说 这个中国大陆 他的研究报告 在LANCES 在刺客针上面 正式发表是这几天的事情 那为什么要在更早之前 就先把一些讯息 泄露给WHO 然后呢 让他做这样的公布的动作 再把它撤下来 这有点背后的动机摸不清楚脑袋 但事实上 我们可以有一些潜力 来推测看看 也就是说 中共的大外宣的策略呢 有几次曾经被他们自己的 学术界的正式学术论文 戳破的 也就是打脸的这个潜力 我举个例 在去年 自然杂志就是Nature 票选出这个 也不是票选 他们评选出十位杰出科学家 叫Nature's 10 那这十大科学家 其中有一位叫做Wendy Rogers 他的成就就是 是因为去爬梳 中共他这些医师们在 这个国际论文上做 器官移植的论文 那发现说 里面有很多很明显的 使用良心犯的这个器官 来做移植的证据 然后呢 就敦请各个期刊 去撤回这些 不符合医学伦理的论文 那这样的成就呢 就受到了肯定 他就被列为这个十大的科学家 那也就是说 这当然就是把 中共大外宣说 他器官来源的问题 狠狠的就是戳破他的谎言 那另外就是说像 武汉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呢 这个NECM刊登出来 中国这边讲最早的41个案例 他就已经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 这个疾病很初期 就会人传人 第二个他不一定完全是从 武汉海鲜市 华南海鲜市场流出来的 那这也跟他们外宣讲说 什么有限度人传人 没有人传人 或是说其他这些 等于是自己的外宣 被他们更严谨的学术论文 去推翻掉了 那外宣在这个 大外宣在这个整合 整合他们学术的这个内容 以至于做出一个 更强力的策略的过程中 可能还在处于一个磨合期 所以我认为 他把消息放在WHO 然后再把它撤下来 这有可能是一个 错误的尝试 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办法 很好的很巧妙的去利用 这种手段 那美国方面他的研究报告 是1000出头的这个 多中心 多国多中心的这个研究 那有的人就会说 如果1000多人的报告 可以做出31%的 縮短住院时间的成效 那应该这个有效的 要在中国大陆 湖北省这十家医院的 200多人这个报告 应该也要做得出来 那我看了一下是说 因为美国方面 他是有这个 佛西先生 佛西先生的话是 全世界幾乎 这个内科医师都要去 读他编的教科书 所以他的地位非常崇高 但是他没有提出这个 很详细的论文 他只是讲一个初步的结果 那相反这个 湖北十家医院的论文 已经出来了 在刺割针 那他又提到说 他的病人在使用 Rendensumir之前 就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 使用类固醇 那整个治疗过程中 有六成的人 六成多的人 是使用类固醇 这个大大的 一定程度上 减低了这个Rendensumir的 治疗效果 所以我是这样看的 是好的 那其实在这一次的 这个病毒疫情当中 其实有多条的战线 还包括了专制政权的大外宣 还有散布疫情相关的假消息 以及现在目前 有二十多个国家 要追究中共掩盖疫情的责任 其中也包括 和中方以前关系良好的 南美洲的阿根廷 还有非洲的奈吉利亚 而就在这样的气氛下的时候 欧洲捷克爆出了 一个中共的大丑闻 捷克的前国会议长 科加洛本来是二月份 要访问台湾 而这其实是 欧洲友好台湾的力量的 一种重要的进展 其实很多观察家 在分析说 欧洲目前正在 就是一个友台民主力量 和一个就是 中共的一个渗透的力量 正在拉锯棍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国会议长 要访问台湾 是一项很重要的突破 但是就在他出发前 一月二十号就突然死亡 那他的遗族 在四月公开指控 他是被中共逼死的 因为之前 他从遗物当中 发现两封的恐吓性 一封就是来自中共的大使 而死前三天 柯佳洛又被中共 进行了一场很不愉快的 密室会谈 而柯佳洛出来又警告妻子 千万不要吃 中共提供的饮料食物 請教我老师 您怎么看柯佳洛事件 还有这时候的效应 他是去中国大使馆那边 吃晚饭 然后出来的时候 发现不对劲 三天后就因为 急性心肌梗塞而去世 那么这个地方肯定 如果是因为中方的食物出问题 被下毒等等的话 那么这里分成两个城市来解读 第一个城市是中方这边的官员 这里可能会出现一个 我先讲一下 纳粹德国的例子 纳粹德国希特勒底下 有不同单位 这些不同单位 要竞争上面的官爱的眼神 他会揣摩上意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 他会坐过头 因为互相竞争 你抓了五个 我抓十个 类似这种概念 这是第一个 会揣摩上意 而这个 形成一种竞争 第二个呢 在目前中国大陆的情况下 会零左勿右 就是说 零可左派一点 社会主义一点 而不是右 就是市场经济一点 或者自由开放一点 零可比较 好像比较 以前我们讲的 比较死脑筋 零左勿右 所以打台湾 攻击台湾的话 他们觉得 这应该没问题吧 政治上 政治正确 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 会过度反应 那你从这里看出来 就是 除非是习近平亲自下令 要对 捷克的参议长下毒 不然的话 应该是 外交体系的人 还有官员 相关的官员 自己做了主意 如果 不是习近平下令 就是地方官员 自己的做主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就变成一种 过度反应 零左勿右 揣摩上意 那我们现在讲回来 就是 他如果真的是食物中毒 那么这个 不是当场死亡 而是隔了几天 隔了一阵子 那目前的情况 是隔了三天 可能 就三天左右 那这表示说 这是个慢性下毒 慢性下毒 可能利用你不注意的时候 让你吃一些 喝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 慢慢再发作 最后呢 生效了 这个毒性发作 那这种情形 在美国有例子 19世纪的时候 美国有几个总统 被人家下毒 不超过一个礼拜 去世 并不是只有林肯被枪杀 还有甘纳底被枪杀 有些是被下毒而死 所以美国总统 在任上死了 其实很多例子 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他 中共这边 有这种技术 我们假定说 真的是出在 中共的食物 提供的食物上面 那他有这个 失误慢性下毒 这个技术的话 那他这一次被 应该比如说 尸体解剖了还是什么 其他证据慢慢的会查出来 我们假设 他真的是食物中毒的话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技术 不会只应用在这个案例 所以 现在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金正恩 金正恩 是号称在心脏 做手术的时候 字架应该一分钟就装好 只有弄了八分钟 让他脑 这个脑部缺氧 变成脑死 其实也有可能是 他急性心肌梗舌 急性心肌梗舌 有可能就是 被下毒 所以呢 这个案件 捷克的这个参议长 这个案件 如果查出来的话 的确他身体上 有被下毒的迹象的话 那么后面的衍生 就会 就像我刚才说的 可能就会预告着 金正恩这边的案情 也会有发展 那你觉得说 目前这样的一个 因为他遭到逼迫 那在逼迫的话 这个事情这样爆开了的话 你觉得 在目前欧洲的 这样的气氛之下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中共的形象 实际上一个疫情 已经让他形象很糟糕了 然后他那个 用一带一路 花钱收买 各国政治人物 来做出 对中共有利的一些决策 这些东西都 越来越多抛出来 所以现在 不用美国出手打他 他的形象真的是坏 现在中共的形象 真的很糟糕 然后那些非洲的 耐吉利亚 南美洲的阿根廷 可能都要表态一下 要开始跟中共输远距离 好我们节目 最后要请两位来宾 做一分钟的总结 我们先请郑医师 就是说 我觉得目前为止是我 出生以来 第一次觉得说 怎么当台湾的是 这么样的幸运 我们的这个政府啊 人民啊 表现出来这种 善良 然后互相帮忙 然后忍辱负重前行 就让我想到说 以前 葡萄牙人来台湾路过的时候 看到说 Formosa很美的地方 那如果在此时此刻 有这个天外的生命 在看着我们 他可能也会觉得说 台湾就像这个地球中 很闪亮很美丽的 一个Formosa一样 那我身在其中是 觉得说很幸运 那这真是感谢身边 所有的人 共同的 共同的互相配合 互相帮忙 来达到目前 到这个时间点为止的 防疫成效 好的 过去这100年来 台湾的主权跟地位 跟命运 受到两次转变 第一次是割让给日本 日本殖民台湾50年 第二次是 美国开始把台湾纳入保护范围 地区舰队南下台湾海峡 然后美国跟中华民国签订 共同防疫条约 这两个大的变化 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 就是朝鲜半岛 所以列强对朝鲜半岛的争夺 影响到台湾的命运 所以台湾人 不要只是看韩剧 不要只是去东大门shopping 不要只是吃韩国的烤肉 海鲜豆腐锅 等等 我们要关心朝鲜半岛的局势 因为这个会联动影响到台湾 所以特别是这个时候 对 好 非常感谢两位来宾 很精辟的分析 还有观众朋友的参与 新闻大破解 关键2020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